中国官媒日前公布下金大桥进度是静自动工 新建从厦门端作为起点连结金门的大桥 一副等着我方盖好联通的模样 现在国民党立委提出修整里岛建设条例 要求开放中国厂商投标 将在院会一读拼送委员会审查 陈水生陈玉珍等22人 以里岛重大建设投资计划 需要克服人员技术机具准备 需有海运过程又有风险 导致大型建设施工厂商投标意愿低落为由 拟增订条文引进大陆地区厂商参与采购 连数人包含马文君 盐宽恒等20名来委 检视增订条文让中国厂商参与投标 不受政府采购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限制 也就是不受现行中国民众来台工作 需有许可证的约束大开后门 是没有下线 申伯扬委员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已经是被党的第十一次 去中国不要报备 然后开放中国的人民来台湾 似乎福国立民的国是中国的 立委沈博洋发文 讥讽国民党又以立作 直接开四道门让中国进来 让得标的中国厂商 可以带人员到离岛 船只也能进入我方 尽限制水域 网友留言炮轰蓝营 以为卖台大家都没在看吗 国民党真的不演了 不应该只以单纯的抗中保台的观点 来评论所有的政策 而需要看法律制定完以后 怎么样子执行 以及执行的情况才可以评论 国民党的说法要开放 中国参与台湾领岛公共工程 福建等着通桥金门马祖 有人是理应外合 三顺团队姐 网友萱 台报道